大家好,我是云燕 今天来做一道网红美食 培根土豆卷 做法简单,营养丰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准备5个土豆削掉外皮 清洗干净,切成片 切好的土豆放在蒸屉里 大火蒸20分钟 盖上盖子 土豆蒸好以后 盛到碗里 趁热压成土豆泥 土豆泥压好以后 锅上热以后 加入一块黄油 把黄油融化 黄油融化以后 加入土豆泥 然后再加入一点牛奶 用小火慢慢的朝着土豆泥 然后再加入一点盐 一点胡椒粉 把盐和胡椒粉 拌均匀 土豆泥炒好以后 盛出来 拿几根培根 把这炒好的土豆泥 搓成一个圆柱形 搓的长度比培根 稍微长一点点 卷起来 卷成这样 所有的土豆培根卷 都做好以后 定饼趁热 放上油 油热以后 放入包好的土豆泥 小火慢慢的煎 这面煎黄 翻一个面再煎 把另外一面也煎至金黄 煎好以后 再翻一个面 把培根每一面都煎熟 这个土豆泥 加了牛奶以后 有一点稀 想做的朋友 我建议土豆泥棉 不要加牛奶 加牛奶以后 煎的时候 它不容易成形 放黄油和调料就可以了 煎好以后 就盛出来 抹在盘子里面 这培根土豆卷就做好了 喜欢吃沙拉酱的 可以上面再挤上一点沙拉酱 不喜欢吃沙拉酱的 就可以直接吃了 这是我家孩子点名要吃的 非常受小朋友喜欢 有兴趣的妈妈们 可以试着做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次见